平凡周朱坎时事大家谈 大家好我是平凡 今天我们继续聊拯救美国 大家看到第一个视频是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外 乌鸦鸦的要乘坐飞机逃难的阿富汗人 当中几乎都是轻壮年的男人 第二个视频是拜登昨天记者会上 一段脱口而出的讲话 哈里斯副总统很快就会成为总统 为什么要把这两个视频挑出来给大家看呢 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要深入的聊一聊 不管是阿富汗人民正在煎熬的灾难 还是美国人民正在陷入泥潭 这都是两个国家人民自作自受 想要改变命运人民必须觉醒 只有人民自己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虽然这灾难和泥潭都还在持续当中 但是我们还是要强压愤慨 在这里呢 代表周周肯栏目 向前天喀布尔机场爆炸中 罹难的美国军人和难民表示身痛的悼念 首先来说是阿富汗 大部分人在近期主要是在骂拜登政府愚蠢 甚至怀疑拜登作为前台表演的木偶 他背后的实际操控者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就巴拉巴拉如此种种吧 但是第一个视频呢 会让我们忽然觉醒 在现今世界有哪个民族轻壮年会在暴力前面选择离开自己的国家 而不是勇敢的自发的组织起来奋起抵抗呢 况且呢 美国为首的联军花了20年的时间维持一个基本稳定的社会状态 更况且呢 政府军有很多的武器弹药 更更况且啊 美国仓皇逃离时 还留下了大批海量的武器弹药 那只有一个答案 就是这样的民族是没有骨气的 或者用中国人的一句大白话讲啊 就是这帮人呢 没种 什么叫没种啊 就是硬不起来 撒不下种子 不能繁衍丧失了传宗接代的能力 就这意思 这么多轻壮年啊 换作是我 我拿起武器和塔利班暴徒拼命 想拥有自由民主的社会 那就必须有一批有种的爷们去拼命 你们跑什么呀 暴力不是恐怖主义的专利啊 纵观人类的历史 捍卫文明发展最有力的方式也是暴力 或者说换一个名词 叫做武力 如果二战的时候 所有的盟国的人民只会逃跑 那妇女儿童谁来保卫呢 那人类还有今天吗 正如我们前几期节目聊过的 全世界爱好民主和自由的人们 在二战之后 都不约而同的把维护和争取民主自由的重担 交给了世界警察美国和美国的盟友们 只要自己身处什么样的强权专制和独裁 就必须美国以及及其盟友出面才能解决 只要美国不出头呢 那自己就只能憋着忍着任人宰割 直到香港反送中 缅甸被军事独裁 古巴民运被暴力镇压 如今的阿富汗局势 人们才开始明白 美国为首的世界警察 其实早就已经堕落成 拿嘴巴狂吠的宠物狗而已 总之呢 一个民族的兴衰要靠自己 而且事实证明 世界的经济大国 所有的政体 全都在朝着极权的方向发展 控制世界秩序的资本利益联盟 才是所有暴力和恐怖组织 以及极权政府背后的老板 那靠和平理智非暴力的手段 想改变世界 想改变劳苦大众的命运 这绝对是行不通的 有一些文人知识分子呢 迂腐的认为 文明人应该用文明的方式解决问题 那这样的一种思路在今天的背景下 必须要改变了 没有当年的法国大革命 人类呢 就不会走向工业文明 今天的人类又到了同样的历史时刻 阿富汗民众不应该选择逃亡 而是要转过身去 拿起武器 与暴力和强权 与流寇和土匪开战 当然了 这不仅仅是阿富汗啊 也包括世界各国受压迫的 受奴役的人民 特别是全世界瞩目的美国 那更是到了悬崖勒马的时候啊 人们不能再像傻白田一样虚伪的活着 看看第二个视频呢 拜登当选总统 有那么多的套路 大部分美国人居然熟视无睹 川普也有那么多的不可思议 美国人民呢 也一样是无动于衷 我们曾经的节目 多次说到川普的不是 有很多的朋友啊 留言提出疑议 这个呢 我们非常的理解 但是事实 终归是事实 作为政治家 川普真的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美国再次伟大 重塑世界秩序 靠川普这样的 也绝对是不行 当然了 这里说川普呢 并不是认为拜登就好到哪里 拜登呢 本来就是个赔标的 不过就是呢 内部要中标的川普 临时改变了标书 所以赔标的 减了个便宜 其实拜登自己呢 也不想当木偶 哎呀 就凑合走一步算一步吧 这不嘛 终于走到了要杀青的时候了 独立思考能力告诉我们 不仅要学会思考 更重要的还是要学会分辨真假信息源 用虚假的事实作为依据 那就是再有独立思考能力啊 结论也是假的 也是错的 就像很多自媒体大为说的天花乱坠 今天说习近平要下台了 明天说汪洋要接班了 过一个晚上又说习近平不会交班 时事评论节目呢竟然做成了娱乐节目 这也难怪啊 这本来就是一个要钱不要脸的时代嘛 大家爱看也就罢了 因为太抑郁 治疗一下抑郁症也挺好嘛 但是可笑的是 有的专门给我们留言啊 就直接跟我们说 想要流量就别讲道理 要学会编故事 我作为主播呢 就再重申一遍啊 周周坎呢 只为神仙而坎 妖魔鬼怪呢 咱就请绕道啊 我也就不送了 好吧 言归正传啊 我提出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跟大家分享 希望能对认清事实呢 有所帮助 川普在四年总统任期内 推特和Facebook 还有YouTube 多次限制他的言论自由 这个事实 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吧 那么问题来了啊 最令人自豪的 保护言论自由的美国宪法 注意啊 是宪法哦 然后这个国家的在任总统 要知道总统可是美国最有权力的公民 他往往被拥护者奉为上帝拣选的圣徒 居然面对自己的言论自由 被自己管理的国家社交媒体的公司剥夺后 他只是用嘴巴到处说说 居然没有任何的实际行动 是不是值得大家好好想一想 有一些监狱里服刑的小粉红啊 还有那些舆论情报员们 千万别再留言说啊 美国办事需要程序啊 总统的权力也要被限制啊 这些骗人骗己的理由呢 千万别在我们的节目里说 咱们这里呢 没有那个级别的脑子 咱们就看看事实 回顾一下美国二战后都干了些什么 使得美国啊 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悬崖边缘 1948年 高院判决在公立学校传教违宪 1954年 高院判决在公立学校分发圣经违宪 1961年 美国高院否决了马里兰州法律条款 就是公职人员入职时 必须宣告相信神的存在 1962年 高院取替全国公立学校的公开祷告 1963年 高院判决在公立学校诵读圣经违宪 1968年 高院判决在公立学校 禁止交进化论违宪 1973年 高院判脱胎合法 1980年 高院判决在公立学校悬挂十戒违宪 1985年 高院认为 在公立学校举行 沉默时刻仪式是变相的祈祷 判决违宪 1992年 高院判决在公立学校的毕业典礼上 举行祷告仪式违宪 1997年 高院判决在公立学校 教无神论合法 2013年 高院否决加州第八号婚姻指线一男一女的提案 2015年 高院判决 同性婚姻合法 看着这些美国高院的判决 我们又做何感想呢 确实是随着科技和社会的发展 美国宪政早就到了需要更新升级的地步 但是议员的连任连选导致职业政客终身制 政治权利代议制导致公众权利被变相的剥夺 司法独立就演变成司法寻租 公民不自觉的就放弃了自己的基本权利 特别是政治权利 就忘记了议员代议和司法权 这都是公民自己的权利 授权给议员和司法机构的 议员和司法机构 特别是联邦大法官的权利 是公民权利的代理 实际权利还是公民自己 以至于半个多世纪以来 美国政治彻底沦为资本的工具 关于这个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回顾一下我们之前的节目 总而言之 美国的乱象和一路的滑坡 就和阿富汗人民今天的苦难是一样的 也是美国人民自己不自觉 放弃了宪法赋予的权利所造成的 什么政治正确 这都是表象 政治必须遵循宪宪法 宪法必须遵循信仰 当然这里所说的信仰不仅局限于宗教 而是人类对世界对宇宙万物 运行规则的最先进最前沿的认知 目前整个人类看来 已经来到了被资本裹挟的科技文明时代的尽头 一个崭新的人类文明时代将要开启 开启新文明肯定不能靠垂死挣扎的控制老文明的利益集团 他们那套欺骗世人的大重制计划完全不可信 各族裔的人们不能再充当被奴役的吃瓜群众了 整天等着看顶层的奴隶主互相掐架瓜分利益 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 把决定人类未来命运的权利拿回来 这道理很简单 因为人人生而平等 因为人权决定宪政 我是平凡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